其實這個角色 我那時候可能 我覺得我可能講錯了 他不是一個頹廢 他是一個 有 只是命運比較坎坷一點 就是人生的命運 出生的時候就比別人少很多 很多東西 所以在生命的考驗 他有比較多 面臨到 困難的時候 那我覺得這個角色 他的態度一直都是 很 很 怎麼講 我覺得 他一直都是一個不願放棄 但是他覺得 在這個世界上 真的太邊緣 就是邊緣到他覺得 已經好像沒什麼意義的 一個角色 所以 我覺得他不是頹廢 他並不是一個頹廢的人 他是一個找不到目標的人 那 你說要怎麼走出角色 其實 在拍的過程中 其實我就是盡量的 讓自己 維持在角色的那個生活狀態 以及他的情緒裡面 對 那到拍完的時候 當然需要一段時間 那 我可能會需要家人朋友 或者是 一些生活上的細節的改變 然後去重新找回 自己原本是誰 或者是自己原本 是一個 什麼個性 什麼習慣的人 對 那 需要 時間 或者是 需要 一個 空間 讓你去完成 對 所以 很多演員說 拍戲玩 會想出去走走 會想去 戶外活動 會想去錄影 我覺得這些都是有幫助的 對 其實 我覺得 這一定是非常多演員 想要挑戰的東西 對 我們不可能都只想演 帥 或好看 或是 一個 很討人喜歡的角色 我覺得 真的有很多角色 那一個 那個邪惡 那一個討人厭 或者是 那個醜陋是 需要 演員發揮很大的潛力去完成 對 那我覺得 我很想要面臨這種挑戰 但 我演過的角色 我也不會排斥 因為 每個階段的我 表現出來的狀態都不一樣 對 你去表演這個角色的狀態 也都不一樣 對 所以 再挑戰一次 或許會有不一樣的呈現 也會有不同年齡 你表現出來的一個 角色狀態 對 所以 你現在有什麼場景呢 欸 我這 我剛殺青丸那部有一點悲喜劇 對 對 但喜劇有分太多種類型 所以 呃 你挑戰不完 對 當然 能接到喜劇 會 需要皮繃緊一點 因為喜劇真的非常難 嗯 對 那樣的角色更好 我覺得 喜劇對我來講 那一個節奏的 節奏的拿捏跟 呃 那一個自然感 對 是比 你去演一個陰暗的角色還要難 對 就是你必須讓 這一個東西好笑 可是 是 讓觀眾 發自內心的笑 對 不是 你所 去設計出來 對 那些東西我覺得 那很憑激進表演跟你現場的觀察力 對 對 那個東西我覺得 呃 真的是一個蠻大的挑戰 願意 對 當然 當然願意 對 就是 呃 就是 變成每一種樣子 其實就是在紀錄 紀錄你每一個階段的生活 對啊 所以 呃 當然 你不可能 一直保持著現在的你 對 你可能會改變 你可能會 變醜 有一天你可能會變醜 你有可能變胖 然後你有可能 開始酗酒 都是有可能的 對 所以 嗯 不設限 真的不設限 然後 進去 到 中文字幕 馬來自豫 這不可能 你們 對 這是 怎麼 便 是 是